四家新創業者陸續上台分享公司 在這波疫情下 如何透過科技及網路開創新商機 包括整合小型攤商建立接單系統 或是透過家用健身器材 運動不必上健身房 Anton它是一個小型化的家用健身器材 它體積小 重量輕 但是它輸出阻力很大 它幾乎可以達到100公斤以上 而且它可以訓練你身上所有任何機具 我們的設備很小就這一台主宰機而已 就一小台 那配合他們自己的手機 所以說它也不用持有太多的設備就可以接單 那消費者的部分直接就掃QR Code就可以點餐 疫情改變生活形態也帶來新契機 為了鼓勵產業轉型 台北市產業局從2011年起 推動產業發展獎勵補助計畫 積極培植新創產業落腳台北 除了設有單一服務窗口 並持續協助提供各項資源 成為新創業者最有力的後盾 因應的疫情我們事實上從3月1號開始就啟動了 短期的融資的協助 那這裡面包含解疫袋等等 那從3月1號到上個禮拜5月22號 我們已經核待了2.9億元378件 這是全台最高的 疫情不只帶來破壞也帶來創新契機 促使防疫科技及網路經濟加速發展 北市府將持續支持產業升級轉型 就是要讓企業與民眾做好因應下一波新商業行為潮流 掌握即將復甲的市場機會電 記者又想聽台北採訪報導 超快的需要 從來 開始